年菜或者家家不同 每个妈妈都有它独有的地方 每一道的味道或者有差异 但是它永远是心里最怀念的家乡味 将味道传承 不要将它遗失在时空里 渔人生直观年菜开课 今天介绍的是潮州蒸苍鱼 一帆风顺 郑伟卿师傅长厨超过40年 曾经是孝敦酒店投手 文来苏丹鱼庸厨师 现任柱艺学院的导师 郑师傅的名言 落厨一定要用心去煮 今天郑师傅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潮州年菜 潮州白仓 材料有 白仓一条 唐山咸菜40g 冬菇三只 蕃茄一粒 红辣椒 红辣椒 白豆腐一件 薑20g 芹菜一棵 調味料有 鱼爐一汤匙 蘑菇粉半茶匙 胡椒粉小许 紹興酒一汤匙 水酸梅一粒 高汤或者清水 300ml 现在我做一番方法 给大家看 首先 我们先打开头 先打开头 最好就是用白仓 或者是斗仓都可以 中间呢 我们先打开少许骨 这个不外 这样我们就在这里开起 这样 手慢慢 接着在这边来 好了 接着呢 中间呢 我们这条骨脉 和这条骨脉 切了 这条骨脉 这样就是一番风唇 这样我们就放下去蒸 15分钟 蒸熟了 然后我们就把汁淋下去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放下去蒸 不过蒸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水滚 千万不要不水滚 水滚了 我们蒸15分钟 我们蒸15分钟 麻烦看一下 一小时 当我们蒸的时候呢 我们就切 我们的汁用料 这样 咸菜呢 我们要切丝 咸菜丝呢 我们就要 切一切 这样 用来切丝 切开呢 我们就放在汤里 这样冬菇呢 也一样的 切丝 这样豆腐呢 这个是生花豆腐 一块呢 可以开六块的 切丝 开六角 再放下去 那我们就是姜丝 姜呢 就要慢慢切 姜呢 就要排好它先 这样才是齐整的 每一年呢 潮州人呢 就是一定需要到 潮州 那你用什么鱼都没问题 不过 最好是用苍鱼 比较好吃一点的 今天呢 就是介绍这个 就是一帆风顺 希望大家 食安这个鱼呢 事事顺利 做事就是一帆风顺 姜丝切丝呢 我们就放在这个汤里 一样 红辣椒丝 一样是要切丝的 好 好了 夜切好了 潮州人的味道呢 就一定要酸梅 600克鱼呢 我们就放一粒就好了 那这个鱼就掉了 那接着呢 就是鱼露 最紧要是 绍兴酒 胡椒粉 还有 如果你是吃 未蒸的 你们自己做 那我们呢 就是做蘑菇粉 这个是organic的 还有一个 最不可缺少的呢 潮州人很喜欢 蒸然了 要做芹菜的 所以这个就是芹菜 不过要蒸熟才行 那我们现在呢 就等 一般上呢 潮州人蒸鱼呢 就是汁和鱼一起蒸的 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蒸炉 所以我们就分开来 蒸熟鱼 然后我们才煮个汁 淋下去 都一样那么好吃的 现在鱼已经熟了 现在我们拿起来 加人起手煮汁 现在呢 就是先将那个汁 放在锅上 让它滚一滚 为什么要滚呢 就是让咸菜出味 这样我们就放点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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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粉 烧庆酒 鱼爐 起码要滚几分钟 滚了几分钟 我们然后 芝士放入豆腐 再滚多几分钟 有些人喜欢吃粉丝的 那么粉丝浸了它 给热水飞一飞去 然后围边 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个汤已经滚了 那么我们开小火 去滚几分钟 那我们就起个鱼出来了 鱼起了出来 这个鱼的汤 就要倒一倒去 好 好 那我们就倒入豆腐 一般上 这道菜 最重要是有咸酸味 还有 潮州人很喜欢吃鱼爐 一定有鱼爐 所以它有咸酸 但不是甜味 好了 现在我们的煮好了 我们就关火了 关火 我们将汁淋下去了 好 淋在鱼身上 那些汁 还有一个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芹菜 芹菜我们就放在面上 好了 这一味就是潮州人的名菜 一帆封许 即是蒸鱼 潮山俗语说 好鱼马交仓 好菜戒懒仰 好气酥鹿 在潮州人眼中 鱼是常品 所有志兴都不少得它 准备这道年才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蒸鱼一定要有头有尾 代表一家人完完整整 潮州人吃年夜饭 点菜不在乎多少 重点是好事成商 菜牙的度数 一定要是双数 就去找找出 香菇